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,咱们中国老百姓的生活,比以前好了太多,解决了温饱问题后,一些人开始享受生活,为了出行更加方便,买一辆车成为了大部分人的首选,汽车行业也越来越受欢迎,不过买一辆车子可不仅仅是向汽车销售商支付买车的费用,你还得在其他方面消费不少金钱。 比如说汽车的保养,油费,保险费用等等,有时车坏了还需要维修费,而且如果再碰上交通事故,碰瓷儿的,这些费用都是无法避免的。 那么我们如果要买一辆10万元的车,它的供养成本需要多少钱呢?不算不知道,一算还真是吓一跳,首先买到一辆新车后,一般都会为车子买保险,像这种10万左右的车子,保险费至少也得3000元以上,不出事故还好,保险费会逐年降低,一旦出了事故, 第二年的保险费就大大的提高,当然还有一些车主想更加放心的驾车出行,会买各种各样的车险,这样费用就更高了。 其次汽车的保养也是比较花钱的,汽车一年大约需要保养两次,很多车子都是5000公里进行一次保养,换个机油火花三什么的,一年的费用大致在800到1000元, 我们就按1000计算,然后最费钱的还是油费和过路费,像这种10万元的车子,一般油耗就是6到8升左右,即使省着点用,一个月应该也有1500的支出, 当然你没事可以驾车出去玩或者去远的地方出差,而且还要交过路费,这些我们姑且都记入1500元内吧,那么一年就是18000元, 最后我们还可能会因为下面一些事支出费用,洗车,停车,罚单等,综合一下一年也要2000元,那么最后的结果是多少呢? 进行简单的数学计算后,一辆10万的车一年大约要花24000元,也就是说用4年的话,我们用了一辆车的价钱去养另一辆车。